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近两年频繁参加综艺节目的周深 让他的兄弟们又发现他还是个宝藏男孩 而他也正式在凭就着各档的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于日前被邀请参加央视2020中秋晚会 虽然他此前也曾经被央视邀请参加节目 但是此次是他首次被邀请参加央视举办的大型晚会 跟何患外被称为秋晚的中秋晚会 是锦排在央视春晚之后的非常重要的晚会 对此次周深登陆到央视中秋晚会 观众们是非常高兴的 也是十分期待他在央视舞台上能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 次日有社交媒体包出了他参加央视2020年的中秋晚会的现场图片 他与萨迪丁在一起接受今年中秋晚会主持人鲁健的采访 从照片当中看着周深一身白色衣服 内穿黑色衬衣依旧是那么的阳光精神与干脸 再看一起同框的萨迪丁一身白色的礼服 与周深的一身打发也非常的搭 而且最重要的是照片的背景 就是今年中秋晚会的主舞台 由此基本可以猜到周深此次不是独唱 而是和萨迪丁大当一起演唱的 萨迪丁向对于周深沉迷以后 不仅是先后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而且还有传承度非常高的 崩巴拉万物声等经典的歌曲 曾经获得过多个奖项 四代间几年他有些远离观众事业了 而此次他再度加盟到中秋晚会 这可能是与他出生在河南不无关系吧 而在本次放出的照片图组当中 一开始仅有周深和鲁健两人 当萨迪丁降落到之后 周深鼓道的让错了CV 让萨迪丁站在了三人的中间 而他这个动作 也在他参加的多个节目之上 再次出现了 也是他谦虚和尊重其他嘉宾的重要体现 因为当下疫情的原因 今年央视中心晚会采取的是录播形式 主舞台就大建在被称为 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应天门北广场 而且本次晚会的录制分在了好几天 这样能够更加好的呈现到舞台的美 也可以让嘉宾们更加投入的表演 周深此次搭档萨迪丁丁一起登上了 央视中心晚会 两个人一起演唱的歌曲 目前尚没有透露 但本次周深能够登上央视中心晚会 对于他来说也是个新的台阶 祝福今后的周深越来越好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